会先是以比较偏西北的方向 沿着这个旅宋岛的东方海面上面去做前进 摩羯一号晚间正式从热带低压增强 生成今年第十一号台风 气象属下有预测 它会从台湾跟菲律宾间巴士海峡通过 周二晚上起外围环流影响台湾 从欧洲模式来看 预估摩羯台风跟台湾看法比较接近 从巴士海峡通过 南部地区恐怕会受外围环流影响 美国摩世则预估摩羯台风会擦边南台湾 只要稍微往北走 中心就可能登陆南部 恐怕整个南台湾都会受到影响 目前看起来就是以比较偏向在 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上面前进之后 然后再往西的分量这个机会会是比较偏大一点点 不过还是有其他的一个路径 还是有显示就是说它会有比较偏向是往台湾的方向 或是往台湾的这个东方的一个海面上面去做前进 大概二晚上开始一直到礼拜四的时候 主要就是在迎风面的大台北 然后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 路多续续就开始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降雨 未来一周降雨趋势 周一到周二白天 主要是中南部山区有午后降雨 周二晚间到周五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雨区扩大 甚至到周末 全台人处在低压环境 可能都有局部降雨 气象署也特别提醒预报仍有变数 气象专家林德恩则在脸书分享po文 气压场及降雨场预测图 表示台风会一个接着一个生成 关键就在整个低压带 海温非常高 而且垂直风切扫 有利台风发展 因此需要密切关注天气状况 东西的生活中心台北报导